賀瓏 躍躍秀最近很紅 他念錯一個原住民是被轟 原住民罵他是垃圾節目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是傾嘲而出 能找到你 就開始修理你 製作人就留言去道歉 製作人怎麼道歉 他說 我是霍金製作人 我們在引用您的姓名時候 參考了以下的影片 大概在3分50秒的地方 你看看這個網路 他們怎麼叫你 我們也不會唸 我們就按照這個來唸 意思是說我不是亂唸 而且我們還有多次的練習 還找了人家來學習 但是發音也不敢確定 沒有跟你再確認 是不是發音正確 所以不標準 讓你不舒服 是實屬不敬 很抱歉 向你致歉 對不起 我現在也不敢唸 這怎麼唸 我也不知道怎麼唸 反正就是 不敢唸 不敢唸 反正是不要唸 因為的確 因為他是用拼出來的 你唸有時候跟原文可能會有不同 另外這個王毅川說道歉 這是主持人最基本的數量 名字都不會唸 認真一點 不然沒有資格當主持人 好 那麼以後反正就是主持人 就不唸就是了 不唸 就是你要我這樣不會唸我就不唸 另外這個王志安罪魁禍首 他就 王志安就說 你們都有些人講我們講的話 叫知語 知那話 知語 他說我們是外國人 活該被歧視了 你們高貴的 有著民主 反正都很難聽的 算言 算言 有著高貴民主制度的台灣人 我們是沒有選票的 所以當年就被日本人叫知那 你們也叫我們知那 現在又一部分被台灣人叫做 這個什麼知語吧 你們用顯微鏡去看一個綜藝節目 就講那個霍龍那個節目了 然後為什麼不看看自己的屁股呢 看不到 看不到自己的屁股 用顯微鏡看別人 等等 好 那麼就是說反正就是知語 他對這個用知語 知那語 不爽了 那另外呢 反正吵架嘛 因為就藍營大概認為說 你可以 這個 我不可以 當時你們不是也去嘲笑 心智障礙的人嗎 比如說去酸喜憨兒 講成喜憨兒就寒粉 寒粉就被他們叫做喜憨兒 那吳思懷做輪影就說 他是像賣口香糖的一樣 所以基本上 你們當時就可以歧視喜憨兒 然後現在當時民進黨 有出來講話嗎 沒有啊 有那麼支持喜憨兒嗎 也沒有啊 那另外說吳思懷 當時因為大概受傷坐輪椅 也被他們講說 像賣口香糖的一樣 坐輪椅就被你們笑嗎 我說某人就賣口香糖嗎 那結果賣口香糖又怎樣呢 就應該被你們笑嗎 等等 郭政黨我覺得膽子很大 敢去講說 賀龍不是老百姓 手無寸鐵 他不過是主持人 他不是個民意代表 也沒有免責權 所以民進黨很低級 墮落成什麼樣子 他根本不是政治人物 你把他圍攻成這樣子 民進黨的公職人員 1450全部出動 非常可笑 這個 是把他當成民眾黨嗎 以為賀龍就是民眾黨 我覺得這跟哪一個政黨 其實都沒有關係 那其實我們也發現說 過去很多案例 不分台灣國內外 其實都是一樣 不管是在喜劇的現場 甚至我們有的時候上爭論節目 你偶爾就是有的時候會失言 那你失言其實就是道歉 就是一個態度的展現 那但是我覺得 面對每一次的爭議事件 其實對於我們社會來講 我是比較正向看 我認為應該都要 讓社會可以繼續前進 所以像剛才我們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說 確實過去很多 這個嘲諷 無論是用喜憨兒啦 伸仗者賣口香糖啊 我覺得那個都是 非常不好的示範 不分藍綠 不分今天我們嘲諷的對象 他是不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他是哪一個陣營的 我覺得這個本來我們社會就是要反思 開玩笑就是有個底線 那可是我確實對於 這個郭正將老師 剛才他的這個看法 我不是那麼認同 是因為確實今天我們討論 他是一個網紅 網紅他不是政治人物 但網紅他有聲量 我認為用這個新媒體 他應該也要負自己的社會責任 我不能說因為我不是政治人物 我就完全免責 所以今天我覺得我們 應該要更正向的看就是說 賀瓏在這個節目上面 他是不是可以做到更多 我認為社會責任這樣的義務 不過我想我的結論是說 確實很多時候對於喜劇啦 大家黑色幽默一笑置之 不過外國有句話說 這個喜劇 他的最大的罪惡就是他不好笑 你做一個喜劇你不好笑 你就要反思 為什麼這件事情是不好笑 為什麼這件事情 社會沒有辦法接受 安靜 其實賀瓏他就是 被民進黨逮到了 因為他在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看得很清楚 他的觀眾群 以及他們的節目的整個的方向 其實在這次的總統大選裡面 他就是不喜歡 他們的觀眾也是 他們就是不喜歡賴清德 他們不喜歡賴清德 以及賴清德競選團隊 賀瓏夜夜秀的前身 在伯恩的時候 蔡英文是非常受到歡迎的 就是年輕人喜歡蔡英文 但他們不喜歡賴清德 以及不喜歡賴清德的 所有的這些競選團隊的人 他們也都就是 都一直盯著賀瓏的節目 然後賀瓏的節目 及其他的觀眾 就是喜歡柯粉 就是喜歡柯文哲 所以他們就有這群人 侯友宜就是沒有粉 甚至於還是複分 所以民進黨 民進黨的賴清德的團隊 他們早就已經 盯他節目盯很久了 不只是說這一次的這個事件 這一次真的是恰恰的 就是被他們逮到了 然後之前的時候 他們對於他在這個節目中的 一些的言論 批評 酸或什麼的 他們也會有一些的批評 包括民進黨的立委 立委的候選人 還有綠營的那些的名嘴 他們都會批評 所以說像趙先這種 就是說在賀瓏的這個節目裡面 其實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國民黨的粉 或是趙粉的基礎之下 敢去這個突破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嘗試 這就是這一次的選舉中 反映出來的一個生態 然後賀瓏他就是踢到了鐵板 踢到了鐵板之後 我覺得他們的應對 也是有點奇怪了 就是說其實這個很清楚 王志安他就是趁著這一波 他其實又再紅了一次 因為我覺得是把 有些人把王志安定上什麼 異議人士的標籤 真的是有點抬舉他了 所以我覺得就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王志安繼續跟他們 罵來罵去 他的就在上一波 我倒真的 我是很認同 我是很認同郭正亮講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很過分 抓著這個東西來打賀瓏 其實就是出一口氣罷了 但是賀瓏這個節目 年輕人那麼喜歡 幾十萬 幾十萬這樣點閱 他的現場 我確實有800張票現場 賣光光 賣光 然後網路上就 他上網還要付錢 要看全本市要付錢 幾十萬這樣看 民進黨這樣打他 真的能夠讓年輕人認同 你和網路上講 說怎麼一個節目 會被攻擊得那麼恐怖 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演藝園的講法 當然是從執政黨的角度去看 他就批判阿亮 這個乃金的講法 我部分認同 但是我覺得他沒有真的抓到 這個問題的重點 這個節目所引出來的問題 對民進黨未來的四年 是一個非常大的警訊 因為賀瓏的 這個王志安的節目我看了 我看了 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批判我們的選舉的過程中 譬如說進場 譬如說大型的遊覽車 譬如說照射的時候呼的口號 如果那些批判由你跟我來講沒事 那我們現在怎麼批評說 你不夠格講這些 你看你來的地方 一點民主都沒有 你還敢講這些 所以問題其實 就算賀瓏有問題 問題不大 就算曾孕鵬有問題 問題也不大 現在問題在哪 問題在王志安 因為你是那邊過來的 就算他自稱他是流浪的 但是這些加分都不夠 都不管乃金講說他是不夠加分 但是加來減去 他們就是對王志安這個人不能原諒 但是沒有關係 民進黨中央或是民進黨的主導者 把這個趁勢而發 就修理他 所以由誰 由政策會執行長 主持人 我告訴你 政策會執行長這個位置我幹過的 曾幾何時變成淪落到這種城市 變成亡川在做的你知道嗎 從來沒有當商商立法委員的人 可以當政策會的執行長 而且他待著這一兩個月 最近選舉的結果 他所帶來的 在節目 在電視節目裡頭所帶來的名氣 繼續用 繼續用 現在就是說他第一幫一些側翼 加上他自己的看法 修理又搞定 你不曉得你修理的不管有多痛快 不管你修理的結果 對林欣賞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你這個埋下 這個政府 這個政權 用人的態度 這樣的人可以當執行長嗎 我跟你講 你看 你等著看 你且看 看看那個黑熊院長 可以當部分區第一名 這種人可以當執行長 嚴重 你還不知道 郭振郎是好心給你貼身 我屬於他這樣會丟掉年輕選票 根本 他說要爭取年輕選票 爭取不到的 我如果年輕選票 他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嬉笑怒媽的節目 你如果去看國外的偷秀 比這個嚴重多 那個諷刺 少數民族諷刺黑人 不過還好 自己諷刺自己 黑人上去罵黑人 他就算了 童輕人上去罵 笑童輕人 那個華人上去笑華人 因為你笑自己就算了 笑自己就算了 但是基本上他那個 講話的那個刻薄 尖酸刻薄 因為台灣沒有talk show 台灣其實基本上沒有 所以這個talk show 都是初級班而已 就靠著製作等等 但是大家期待 台灣將來也會有一些 比較好看的talk show 我也很期待 主持人 我們開一個好不好 做一個示範 不行 人家那個真的鞭辟入禮 嘻笑過嗎 寫得很好 我們不用寫 我們記錫發 不用輪大 不用彩排 我保證不會比他差 你怎麼這麼沒有自信 你懂